男人被假献令诬陷是杀人凶手 不日就要处决 狱卒给他送来的断头饭 宋慈还没开始吃 聂锋就来劫狱了 他始终相信宋慈是清白的 不惜与自己的捕头老爹动手 两个好兄弟也及时赶到 带着宋慈逃亡 可官兵很快就追了上来 薛丹和小灿把他们引开 聂锋和宋慈跑到了一桩赞毙 这里对宋慈来说有特殊的意义 跑这么老远来到一桩 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所以他打算重新验宋慈的尸体 蜡烛却不小心掉进棺材 把衣服点着了 这时宋慈发现衣服有夹层 里面还印着一个血手印 上面的掌纹非常清晰 我研究尸体这么久 我发现每个人的掌纹都不一样 只要能找到现在这个宋慈来对准 如果掌纹是一样的 那就证明他是凶手 凭他们两人根本无法验证这件事 没办法 两人只能继续逃亡 可等了半天都不见薛丹和小灿的身影 宋慈猜测他们很可能已经被抓了 于是他放弃了近在眼前的机会 重新回到了衙门 果然看到薛丹和小灿在挨打 方骏再次把宋慈押入大牢 而聂锋也因此被革职查办 宋慈在狱中也没闲着 把自己多年的验尸经验写成了一本书 如果自己遭遇不测的话 希望聂锋可以帮忙流传下去 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行刑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聂锋和两兄弟轮流给宋慈喂东西吃 希望他做个饱死鬼 方骏将斩首令牌扔下 刽子手的大刀也落在了宋慈的脖子上 却齐根断裂了 刀都掉了 莫非有重大冤情 眼前这个刽子手正是喜欢玩Costplay的石王爷 就算你是石王爷也要守仇廷王法 叶捕头 你去这儿 一个捕头哪敢和王爷对着干 石王爷下令将宋慈松绑 然后重审此案 只见他拿出一张纸 上面有两个手印 是属于杀人凶手的 和宋慈身上的写手印一模一样 原来唐司早就知道方骏有鬼 假借照顾他的名义 石则偷偷拓下了方骏的掌门 方骏却仍在狡辩 就算证明我的掌印 和以上两个掌印一样 那又能证明什么呢 天下之大 掌印相同有什么好奇怪 石王爷早就知道他会来这么一手 于是命人搬上数个箱子 里面落满了印着掌印的纸 他调用大军在全国各地收集不同人的掌印 证明每个人的掌纹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名宋慈所说 掌纹的确每人不同 宋慈令 你服什么服 方骏再怎么能言善辩 也抵不过如今的铁证如山 但他依然没放弃 掏出一把匕首挟持了唐司 聂锋偷偷把担架踢了过去 方骏顿时重心不稳 被官兵控制起来 宋慈也忠于沉渊得雪 行刑之前 方骏见到了自己的孩子 宋慈答应他 会领养这个孩子 并且起名宋政 随着大刀落下 一切都结束了 聂锋为了成全宋慈和唐司 准备坐船离开这个地方 却发现唐司也在船上 原来两人想到一块去了 都要成全对方 此时时王爷及时赶到 宋慈知道你们俩走了 他说全都是自己不对 一激动的就去自杀了 两女顿时慌了 赶忙上岸去找宋慈 路上却被两个大花轿拦住 面前是笑得贼兮兮的众人 宋慈也从花轿后面钻了出来 还穿着一身大红袍 我现在想到两全其美 大家都开心的方法 就是两个都要 也不分大小 哎呀 开心 高兴对吧